是不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剛剛要早安聽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要持續為各位觀眾帶來的是 《戀愛巴士》亞洲篇最後一條感情線 雖然這條感情線相對來說 單純卻因為種種原因以及誤會 走得可以說是非常的坎坷 但結局卻超級感人 我真的是哭了好幾次 首先來介紹本條感情線的男主角 於第四集登場的 Shyboy 害羞男孩 但是剛登場的時候 就一直瘋狂的狂笑 完全不知道哪裡在害羞 如果說小爆牙是亞洲篇的劇情推進器 那我這位害羞男孩 就是亞洲篇的最大看點人物 此人是一個非常神奇的人類 他奇怪到一個很好笑的地步 工作室電台人員 從企劃發想到最後的剪輯 全都一手包辦 但網路上的點擊率都相當的低迷 基本上都是個位數 也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家裡工作 不要說交女朋友了 害羞男孩就連一般的社交頻率都很低 也因為此種特殊的工作環境 造就了世界最神奇的人類 害羞男孩剛加入團隊的時候 很常幹一些讓人覺得奇妙自己的事情 像是吃飯的時候 他會一直露出奇怪的表情 時而皺美 時而又露出詭異的微笑 讓大家都摸不著頭緒 但害羞男孩之所以會這麼做 其原因說來好笑 但戲品卻讓人心痛 因為害羞男孩平常真的太少跟人家社交了 導致不知道吃飯的時候要用怎樣的表情 而會造成害羞男孩社交障礙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 那就是他的初戀 害羞男孩的初戀始於國中 但後續沒有處理好 兩人也沒有交往 總之因為國中的初戀失敗 加上缺乏社交經驗 導致害羞男孩完全不知道要怎樣跟人家聊天 而他也一路誕生了28年 存活的時間等於誕生的時間 也因為此等神奇的哺乳類製作組也挑明 害羞男孩就是他們挑來做節目效果的 絲毫沒有期望他能有怎樣的戀愛表現 可以說是連官方都在損他 而害羞男孩也完全沒有讓製作組失望 他可以在任何嚴肅的時刻 做出和說出各種讓你意想不到的東西 而且他所做出來的搞笑反應 真的不是後天可以訓練出來的那種 是個渾然天成的被動技能 第六集大家在緬甸的時候 成員小爆牙因為女生長期被攝影組跟拍 進而導致身心理都產生了不小的壓力 因此槓上了製作組 詳細的過程我在上一集有講過 這邊就不多做贅述 有興趣的自己去翻 總之是亞洲篇一個挺嚴重的衝突事件 而在這場激烈的衝突中 有一名女成員因為過於緊張的情緒 進而引發了過度喚氣 害羞男孩就在一旁安撫她 但她講的話真的很像是在講幹話 像是沒事的有害羞男孩陪著你 或者是答應我一個無禮的請求 再做三個深呼吸 這是我一生的請求 甚至出現了以下神奇的對話 我看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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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為害羞男孩的爆笑操作 衝淡了不少當時相當緊繃的氣氛 而後製也很故意的 不斷把兩邊場景做來回 切換營造一種搞笑的反差感 而第二次則是在台灣 亞洲篇前期有個戲份非常少的男成員 名為婚氣男 她的畫面甚至比工作人員還要少 而她退出的原因也很平淡無奇 婚氣男沒有轟轟烈烈的告白 只有無奈的抱病掛號 而她也在一生的命令下 沒有跟眾人告知 就默默的離開了節目 除此之外 在當即還有另一個重要夥伴同時離場 面對兩名旅途夥伴的離開 眾人無不流下了不捨的眼淚 感情豐沛的害羞男孩自然也是哭紅了鼻子 當然 在低迷氣氛中拯救大家 也是害羞男孩的工作 這段喝湯我重複看了三四遍以上 每次看我都是笑到趴在桌子上 其實害羞男孩還有很多爆笑的故事 像是她很喜歡叫自己害羞男孩 或者因為怕尷尬 每次都會故意的大笑 不過害羞男孩雖然充滿喜感 但她的社交敏銳度真的很低 確實也是個不爭的事實 她有些行為怎麼講 講直白一點就是有點白目 像是有四男生集體遲到 三個女生們就開始生氣 本以為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結果在吃飯的時候 害羞男孩又把這件事情翻出來講 也搞得大家很不愉快 不過害羞男孩絕對不是一個壞人 他非常的幫忙其他人的戀情 不僅會努力的讓有好感的兩人獨處 也很願意當其他人的告白實驗品 所以雖然害羞男孩奇怪歸奇怪 但成員跟工作人員們其實都是蠻喜歡他的 總之花了這麼多時間介紹 最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害羞男孩不是一個普通的人類 以地球上的生物來說 跟害羞男孩最接近的應該是蘇巴大叔 好的有了以上的認識 相信大家都對害羞男孩有了基本的認識 接下來就要來正式介紹 女主角於第九集加入的春日 這個春日可以說是非常的隨小 一到節目就遇到台灣的午後雷震雨 但大雨並沒有交襲眾人對新成員的熱情 春日在磅礡大雨中做起了自我介紹 26歲的春日是個京都人 有著170公分的高挑身材 母性本能極強的一名女性 看下去你就知道 天空打著悶聲大雷 而愛情的閃電也擊中了害羞男孩 沒錯 單身了28年的害羞男孩對春日一見鍾情 當春日上車之後 害羞男孩對著全身濕透的春日 立刻展開了溫柔公式 春日對害羞男孩的第一印象也不錯 雖然是個活在自己世界的怪人 但感覺很有趣 是個可以聊聊看的對象 雖然雙方都對彼此有點好感 不過害羞男孩的進攻明顯的過於急躁 他在第一次獨處的時候 就很明顯的對春日暗示 他跟其他兩個女成員是不一樣的 雨水帶來了春日 同時也為感情帶來了滋潤 兩人的關係在台南的花園夜市高速升溫 害羞男孩也在當天的日記中寫到 以前在日本不喜歡參加祭典 因為討厭看到成雙成對的情侶 不過今天跟春日走在一起 什麼事情都變得有趣了起來 而兩人也在磅礡大雨中買了絞繩當作定情物 雖然害羞男孩不喜歡帶飾品 但因為是春日所以可以是一個例外 而春日也在一天天的相處中 逐漸對害羞男孩產生了好感 某次在新成員的聚會中 聽到了害羞男孩喜歡充滿笑容的女孩 而春日也在日記中寫下 我有露出美好的笑容嗎 我也想讓害羞男孩露出笑容 而看似順利發展的兩人卻發生了變數 那就是害羞男孩有了新的勁敵 與泰國加入的湯姆 這個人很特別 因為他有婚約再生 湯姆的父母很早就幫他決定了結婚對象 但他又不甘心這麼早就被決定了人生 所以才來參加戀愛八世 春日對湯姆有著非常特別的情感 因為湯姆跟他的前男友長得很像 這裡要講一下 春日的前一段感情似乎也不是這麼順利 因為前男友是個演員 收入非常的不穩定 基本上都是靠女方在養 5年後 春日終於狠心把一切斷乾淨 於是春日在劇中也有了供養女這個綽號 隨著湯姆的到來 害羞男孩與春日的戀起也產生了變化 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疑 湯姆第一天就約了春日逛夜市 害羞男孩只能痛苦目送兩人幸福的背影 兩人的互動根本就是情侶 當天製作組訪問到了春日 春日表示他真的拿這種可愛的男生很沒辦法 這會激起他的母性本能 儘管千百個不願意 但害羞男孩卻在各種姻緣巧合下 無意間撮合了春日跟湯姆 這天的行程來到了號稱 泰國最美瀑布的愛呂灣瀑布 內藏的石灰岩成分 讓湖水呈現絕美的翠綠色 這天因為害羞男孩在照顧其他女生 沒有發現湯姆默默地把春日帶走 不過害羞男孩還是有發起公司 他主動邀請春日一起玩 不過此時春日卻突然說要離開一下 因為他有個地方想去 至於春日到底想去什麼地方呢 沒有錯 他想去的地方就是湯姆的身邊 而湯姆說的第一句話是 啊一個人好沒有安全感啊 這完全激起了春日的保護欲 殊不知害羞男孩因為好奇偷偷地跟在後方 春日跟湯姆的一切全部都被他看在眼裡 雖然想阻止他們 但害羞男孩清楚地知道他沒有這個資格 順帶一提 故事到這個時候 害羞男孩已經是戀愛巴士的元老級成員 因此儘管他知道湯姆是他的情敵 但害羞男孩依舊是努力地搞笑 活絡整個團隊的氣氛 不過好在 害羞男孩並沒有因為這點打擊而放棄春日 他開始利用一些小方法來進攻 像是用自己烤肉總召的身份 要求湯姆在飯店生火 自己則是跟春日一同出門買菜 然後春日說什麼都買給他 這場烤肉宴會 大家其實講了很多關於戀愛的議題 但對於只有純存國中單戀的害羞男孩來說 這些話題他根本就插不上嘴 喝醉的害羞男孩開始胡言亂語 他開始沒來由的跟春日瘋狂道歉 而看到了害羞男孩失落的春日 又激發了他的母性本能 不僅摸了害羞男孩的頭 擔心害羞男孩跌倒 春日更是勾著他的手 此時害羞男孩是有意識的 因為他希望春日能勾著他的手走到另外一邊 雖然害羞男孩睡醒後就全忘光了 很像不負責任的渣男 但隔天秀了一首吉他 又再度把好感度拉高 而且自從這一玩以後 害羞男孩對春日的進攻變得非常積極 跟先前內向模樣可以說是判若兩人 看見害羞男孩的努力 製作組也不好意思繼續笑話人家 也開始很努力的幫兩人做球 節目到了第18集 兩人在黃昏時刻散步 這時攝影師突然要求他們面對面靠近一點 於是這張接吻剪影照就此誕生 至於湯姆則是突然的就跟春日沒了交集 也漸漸的退出了這場三角戀 不過看似順利發展的兩人 後續卻發生了很多事情 首先春日有著他的擔憂 因為害羞男孩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的關係 他也擔心沒有辦法扮演好這個角色 而接下來發生一件事情 也將故事帶往更糟糕的地方去 某天早上後製突然開始幫大家科普 其中一個成員穿的超短短褲 包括品牌、材質跟價格 因為戀愛巴士的後製很愛搞這種白爛剪輯 所以我當時也沒想這麼多 殊不知這條短褲將會大幅的影響兩人的戀情 早上大家集合的時候 春日就對著這個男成員說 哇你今天的褲子也好短喔 聽到了春日說這句話 害羞男孩在一旁不知為何突然臉色大變 就連在車上也是不發異語 抵達目的地後工作人員也發現了不對勁 所以單獨找了害羞男孩關心 害羞男孩說他很討厭說謊的女生 他現在已經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春日 所以換句話說 春日說謊了 沒錯 此時大家應該都是滿頭問號 此時害羞男孩才緩緩地說出他看到的一切 今天早上害羞男孩在陽台上收衣服的時候 看到春日跟短褲男成員正要出門買東西 春日就對著他說 哇你今天也穿得好短喔 然後集合的時候 春日又說了一次 哇你今天穿得也好短喔 是不是聽不太懂 來我用一個最簡單的解釋給你聽 就是春日假裝是今天第一次看到這件短褲 但其實他早上就已經看過了 而這個不足為奇的行為 卻被害羞男孩視為說謊 不得不說確實是有點牽強 因為嚴格上來說 春日他並沒有說謊 但不管怎樣 春日的這個行為 就是被害羞男孩視為不可接受的禁忌 於是他開始對春日擺臭臉 就連害羞男孩受傷 春日幫他擦傷口 害羞男孩依然是板著一張臭臉 於是受不了的害羞男孩 問了春日這件事情 問他為什麼要假裝沒有看過這件短褲 春日的回答也不出所料 他根本就沒有想這麼多 只是單純的想把氣氛拉起來而已 其實害羞男孩之所以會這麼在意說謊 也是有故事的 小時候父母因為詐欺事件最終離婚 所以他非常討厭人家說謊 甚至會有點反應過度 總之在聽完了春日的解釋以後 害羞男孩完全不接受 持續上演邊緣戲碼 而春日似乎也覺得自己有問題 一直努力的想接近害羞男孩 不過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努力 害羞男孩依舊是那副屎一樣 也搞得春日很不爽 也在日記裡面寫到 已經漸漸的不喜歡害羞男孩 我認為春日可能也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甚至覺得害羞男孩一直在鬧脾氣 不過基於對害羞男孩依舊是有好感 所以依然願意試試看 但害羞男孩不僅不願意溝通 還天天擺出殺人臉 關於這件事情 害羞男孩的反應確實是有點太過激烈 但可能是因為初次心動的關係 所以就會理所當然的覺得 春日不會有任何缺點 害羞男孩自己也有意識到 因為春日無心的過錯 而錯失一個這麼好的女孩 確實是很可惜 所以害羞男孩心底 其實也是很想跟春日道歉很好 但他真的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所以他開始故意的在逃避春日 而在第19期的時候 害羞男孩終於鼓起勇氣要跟春日道歉 他久違的主動對春日提出邀約 但春日表現得很冷淡 只是淡淡的說想要一個人靜一靜 這也是害羞男孩第一次被春日拒絕 就連在夜市中迎頭碰面 春日也是假裝沒有看到害羞男孩 原本是害羞男孩躲著春日 現在變成春日在躲著害羞男孩 立場的交換也讓害羞男孩召集了起來 害羞男孩的語氣也變得激動跟生氣 幾乎是用半強迫的方式 要求春日跟他單獨相處 此時天空再度下起了大雨 害羞男孩鼓起勇氣跟春日道歉 不過害羞男孩的歉意 卻無法撫平春日心中的傷痕 他最近很害怕跟害羞男孩毒素 可憐連害羞男孩自己都不知道 當他遇到困境或者思考事情的時候 就會露出一種很可怕的表情 其實不只春日 就連其他的成員都能感受到害羞男孩的靈壓 這時害羞男孩問了一句揪心的話 春日沒有正面回答 因為對於害羞男孩 春日有著太多的情緒要整理 而害羞男孩這邊的心境 也有著天翻地覆的改變 以前在日本的時候 不管人家怎麼說 他都不會改變 但這次為了春日 他決定要努力一次 他要讓春日再喜歡上自己一次 他要變回那個開朗的害羞男孩 為了展現自己的誠意 他借來了引發一切悲劇的超短短褲 而光滑的無毛大腿自然是引來了眾人的不適 今天的春日依然選擇一個人行動 穿上綠油油短褲的害羞男孩 選擇欲偉地朝春日前進 儘管表情嚴肅 但踐踏草皮是不對的事情 兩人因為天空的眼淚轉移了陣地 這次春日主動出擊 因為他非常的在意 害羞男孩初戀的事情 春日覺得害羞男孩的心中 還有著初戀的生意 而這件事情 春日也是開門見山地 直接問了害羞男孩 原來這段初戀 在害羞男孩心中有個遺憾 曾經害羞男孩在觀眾面前告白了初戀 但初戀沒有接受他的好意 這讓害羞男孩一直在心中思考 是不是換個方式告白就能成功 所以其實害羞男孩對初戀 與其說是喜歡 倒不如說更多的是一種做錯選擇的遺憾 而關於這點 春日也是很無奈 他覺得害羞男孩在勉強自己忘記初戀 但自己卻是真心地欣賞害羞男孩的優點 兩人對彼此的喜歡似乎不太一樣 關於這件事情 害羞男孩也是舉起不定 初戀明顯還在他的心中 害羞男孩的軟弱回答 也加重了春日的不安定感 眼見兩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粉紅的戀愛巴士上不見愛情的甜蜜滋味 只有漸行漸遠的苦澀 刻意選擇避開對方的兩人 卻留著相同的遺憾淚水 本以為兩人的感情會到此結束 但害羞男孩的堅持不懈 將為整段感情帶來奇蹟似的逆轉 戀愛巴士開到了馬來西亞的馬六甲 雖然害羞男孩依然主動地邀約春日 但春日還是選擇單獨行動 害羞男孩沒有輕易地放棄 並緊跟在春日的後面 面對害羞男孩的苦苦哀求 春日選擇冷淡的回應 不久前才因為摔傷拉傷了肌肉 所以他沒有辦法走太快 害羞男孩的苦苦要求 卻無法讓春日放慢腳步 疼痛使得害羞男孩數次雙膝跪地休息 但不管幾次的疼痛 害羞男孩依然努力地站起來 拖著酸痛的雙腿 一搏一搏地想追上春日 春日轉頭時才赫蘭發現 害羞男孩居然還沒有放棄 春日也知道害羞男孩頂著烈日跟疼痛 也勸他趕快放棄 但害羞男孩只是短短的一句話 全然辛辣 我不會看得到 我不會看得到 春日被害羞男孩的執著打動 哽咽地流下了眼淚 最終兩人以這種戲劇性的方式 春日選擇原諒了害羞男孩 於是那個原本不被任何人看好 有戀愛情節的男人 那個只被期望有搞笑戲份的男人 他眼神堅定地走向了戀愛巴士 跟司機拿了屬於他跟春日飛往幸福的機票 夜裡害羞男孩找來了春日 第一次告白難免緊張 害羞男孩也露出了可怕的表情 但一見到春日 臉上的笑容完全藏不住 害羞男孩犧牲了睡眠時間 寫了一首歌給春日 害羞男孩要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對春日告白 歌詞講述著兩人相見相愛的過程 也講述著害羞男孩有多麼的喜歡春日 兩人是如此的不同 但害羞男孩卻深深地喜歡著春日 歌詞裡面毫無掩飾地表達對春日的喜愛 就算是旅途的終點 卻不會是我們戀情的終點 初戀已經是過去 未來只要有春日 你在我身邊就好 於是命運的早晨到來 又是一個充滿雨水的日子 春日也坦白 他確實對害羞男孩有很多的擔憂 包括奇怪的個性 以及莫名的堅持 種種詭異都讓春日想要逃跑 但不管逃跑幾次 只要我轉頭 你總是會在我身後 害羞男孩的努力不懈 成功地感動了春日 雨水帶來了春日 也拉近了兩人的關係 卻也讓感情出現嫌隙 但最終雨水也完美了這段戀情 兩人也在雨水中相擁 也促成了這段不被看好的戀情 害羞男孩這個一開始 只被製作單位當成搞笑諧星的成員 最終卻靠著自身的努力跟改變 成功的抱得美人歸 而害羞男孩的告白 製作組給了整整一整集的時間 足以見識到兩人對節目的影響力 隔天重人也在戀愛巴士上 看見兩人開心的合照 亞洲篇最奇葩成員的故事 也就此畫下了句點 好的也是時候 讓我來簡單的聊聊這對苦命鴛鴦 我覺得春日是個好女生 但母性有點過於氾濫 你可以短暫的因為對方可憐而接近她 但絕對不是一個長期相處之道 雖然我覺得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但欣賞彼此的優點 我認為才是比較健康的關係 至於害羞男孩 我就有太多心得了 害羞男孩在劇中的改變幅度 真的超級巨大 他從一個連跟大家吃飯都扭捏的人 到敢跟女生輕鬆的講話 到最後勇於改變自己 放下國中的初戀情人 並對春日做出最終的告白 任誰都沒有想到 當初那個詭異少年 如今的戀情居然會開花結果 如果你有幸可以從頭看到尾的話 你真的會發現 害羞男孩的眼神不斷的在改變 而且到了中後期 害羞男孩已經成為了 旅途中可靠的大前輩 雖然完全沒有人拜託他 但他也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力量 讓其他人配對成功 整體而言 害羞男孩完完全全就是一張 沒有被污染過的白紙 你已經很少能看見 有人可以如此的單純 他雖然有點奇怪跟詭異 卻是一個完全沒有心機的善良男孩 相信看過亞洲篇的人 都會被他的純真跟善良給收服 好的 補創一下兩人後續以前 我女朋友在我路上買了 幾件害羞男孩的T恤 樣式蠻好看的 但運費不便宜 聽說是三件日幣左右的運費 而害羞男孩知道我們是台灣人 除了多送我們一條毛巾以外 還寫了一封信給我 但因為老賽日文苦手 再麻煩各位好心的觀眾大大 幫我翻譯一下 好的 那接下來就來補充一下 兩人的後續 害羞男孩離開節目後 有開設一個YouTube頻道 除了平常的音樂創作以外 還有像是電台的Podcast 目前已經到200多集了 而在節目過後 害羞男孩可以說是一氣爆紅 點擊從各位數飆升到三位數 害羞男孩現在的變化非常巨大 原本很內向的 他現在交了很多的朋友 與戀愛巴士的成員們 也變成了非常要好的自由 甚至跟第二季的成員 也有不少的交流 跟小爆搖的感情特別的好 也跟成員阿玉開始打起了拳擊 外觀也從原本的柔弱竹竿男 變成平頭猛男逢低所 原來一個節目 可以讓人有這麼巨大的改變 至於春日的訊息就真的很少 害羞男孩跟春日在第二季的時候 有出現過幫重人的練起加油打氣 當時有說春日在加拿大留學 兩人已經有兩三個月沒有見面了 當時節目上的感覺還是非常的恩愛 但是害羞男孩在2021年的7月 有在IG上發表一篇文章 內容是他跟春日已經分手 但不願意透露分手的原因 不過據網路上聲稱 跟春日同校的學生爆料 春日後來跟一個加拿大人交往 雖然這聽起來很像在打嘴炮 但這個悲劇我是真的有猜到 遠距離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最大的問題在於 春日喜歡一個人的原因太奇怪了 不管是湯姆還是害羞男孩 春日會喜歡他們的原因 都是他們感覺弱弱的需要人家照顧 如此一來春日就可以發揮他的母性光輝 但我真心不認為這是一個健康的交往方式 好的也是時候來說說我對於戀愛八世的看法了 不得不說戀愛八世應該是我目前為止 愛情類實境秀看得最開心的一部 雖然論狗血比不上換成戀愛 論設備的高級程度也比不上雙層公寓 但戀愛八世就贏在他很單純 他就是談戀愛 沒有什麼叽叽歪歪的遊戲規則 這節目就是很單純的希望 成員們可以在旅途中找到靈魂伴侶 而且跟其他的戀愛實境秀比起來 戀愛八世是24小時的無間斷相處 每個人的真面目很快就會被看穿 跟因為是窮遊的關係 每個人都必須放下身段過苦日子 不僅讓成員們有革命情感 大家也都願意各推一步 所以在戀愛八世裡面 大家都是好人 沒有那種專門來噁心人的混蛋 啊但我看到第二季的小爆牙以後 這句話可能要有所保留 所以大家應該有發現 我對於戀愛八世的人批評比較少一點 因為大家都是可愛的平凡人 除此之外 戀愛八世的製作團隊非常的優秀 跟其他的實境秀不一樣 戀愛八世的工作人員 很常出現在鏡頭前面 而且他們不僅會幫成員做球 還會鼓勵他們去告白 更會安排一些突如其來的特別景點 讓成員們產生火花 可以說是促進戀情的一群重要幕後推手 除了現場的工作人員以外 戀愛八世的後製跟旁白 也是優秀到一個不行 雖然綜藝字卡的部分很多 但不會給人煩躁感 更不會狂用那種很弱智的倒帶慢速重播 除了節目主軸讓人看得舒服以外 戀愛八世也會在節目裡面 科普一些當地小知識 像是盧安達的血包是用無人機送的 或者泰國的性別如此平等 是因為佛教的關係 可以說是非常玉教娛樂的優秀節目 被稱為一代傳奇可謂當之無愧 強烈建議大家去看 至於非洲片我個人也已經看完了 跟亞洲片是截然不同的風格之後 有機會也會帶給大家 好的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Sim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